等开车啊,一定给你秀一个漂亮舒服的王府 他说这话,手也不老实起来 穆纯青忍不住的站立,轻拧着 昭灵睡醒一睁眼,发现不在主屋里,脸一下就垮了 绝对是他那个爹,又趁着他睡觉的时候霸占他娘了 男之可能刚出去,没有把门带死 他小手一扒,门就开了,然后他又吃溜吃溜的往出爬 很快他就爬到了正房,然后使出了吃奶的力气拍门 是小少爷 小祖宗,你怎么出来了 怎么自己出来了,多多怎么办 穆纯青无奈,怕孩子着凉得风寒,直接抱着孩子坐进了浴桶 他还欢快地拍了拍手,冲着在一旁站着的娄逸,露出了胜利的微笑 日子很快就进入了腊院 娄逸虽然在娄家军里有植物,但是在京城,他一个世子却是没什么干的 每天就是跟昭灵斗心眼,抢木纯青 时间倒回到十一月初,吕太傅一家经过一个多月的路程,终于到了他们流放的地方 我想你们的手脚和耳朵都冻掉了,先凑热了再进屋 进屋后用凉水泡泡手脚 一行人进了小院,小院里站了几个人 王爷 吕大人,好久不见了 罪名,叩见洛王爷 哎,吕大人不必多礼 现在哪儿还有什么吕大人 只有罪名吕赵 多谢王爷让人一路上的关照 没有王爷,我们不能活着走到这里 洛王爷怎么会在这里啊 我们下最后撑后 有关他 不仅命我 还 reducing